做什么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呢 以递减方式显示出那个病例 如果说我今天是用Excel来做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你要做报表的话 Excel你一定要学会枢纽分析表 如果你不会枢纽分析表 或你连枢纽分析表都不熟的话 说真的 你更不要说要写程式了 因为很多人连的枢纽分析表观念都没有 你直接跳来写程式 那当然变成你是直接跳极了 跳极打怪了 有点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第一个请各位先学会枢纽分析表 那怎么学会呢 一请你把那个我们这个档案 Read305打开来 二的话呢 请你看一下里面的资料 那其实不是所有栏位都要 我只需要其中某一个栏位 那我们针对第一题来看 我们先不要用Python写 我们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怎么产生这个结果 很简单 一 开启它 二的话呢 请你在那个Excel里面 找到插入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就好了 因为它帮你整个范围悬起来 接下来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呢 限式 有没有 这边很多栏嘛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限式的是在哪里呢 限式 感染限式对 这个 拖拉到列标签 再把感染限式 再拖一次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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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感染 是不是 哪一个哪一个栏位 我看一下 居住啦 跟这一样 应该是居住 所以这个 这个把它拉上去 居住限式 居住在这里 然后把居住限式 再拉一个到植 OK 那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它已经帮你算完了 那其实大家讲一下 其实它到底做了什么事 居住限式 如果你把它放到列标签 它会帮你做什么 做group by group by意思是说 它会帮你移除重复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列标签就是 帮你移除掉重复的 那些限式 因为里面有没有 它会非常多重复 像台中市都有很多 每一个每一个 这边有很多 台中下一个也有台中 也就是说 如果用枢纽分析表 它的列标签是 group by group by就是把 一样的东西 放在一起 group by 应该知道 吃尿库有这个group by 然后第二个这个地方 直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拖拉到这个里面 假如是一个非数字的话 它会用count 非数字 非数字的时候 因为居住 那个县市 它里面不是数字 所以它会帮你算几个 台中市一个 台中市两个 台中市三个 然后最后帮你 什么 count着之后 全部再累加起来 OK 应该可以懂得 其实这个有点像康尼福 之前讲过 所以有些工具 这个也是类似的方法 最后我们再把它 按照大的到小的排序的话 只要怎么 游标放在技术这边 下方这个 等于第四页这边 然后按下资料里面的 力道A 基本上呢 这个结果 就会跟在 Python里面看到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够简单吧 OK 所以要特别注意 以后你要统计资料 至少啦 你程式还不会写之前 你至少 枢纽分析表 请你熟悉一下吧 OK 所以有些人 连枢纽分析表 不会叫你直接写程式 好像有点跳太远的 OK 所以我还蛮强力 如果你对Excel 一些重要功能不熟的 请你先 把这些功能先熟悉 你再来学Python 你会比较踏实的感觉 因为很多时候 我有这个阶段 所以我再去看Python 我会比较说 原来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然的话 感觉突然跟你讲说 那Python里面怎么写 很简写完了 但问题 你会感觉好像 没有一个支撑的地方 那其实在 因为Excel里面 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做出来 比如说以后 特别做枢纽分析表 使用方法 一 你一定要有一个data 那这个data 基本上它的结构 一定就是一个资料库 正规化的资料库 所以上面一定栏位名称 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栏位是key 然后底下的架构 一定尽量就是不要怒我 OK 然后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表 的话很简单 就把居住县市 放在列标签 再把居住县市 拉到值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你要的结果 那未来如果你要画 画什么呢 再去画那个 就是你的图的话 有没有 之前我们讲过 你输入分析图按下去 你可以马上产生什么 纸条图出来 有没有 放旁边不就OK了 他用python 你也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 如果说你程式不熟 你先把这些熟练吧